中国核聚变工程的进展最近真是捷报不断啊 10月19号中国新一代人造太阳科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HL2M等离子体电流突破100万安培 创造了我国可控核聚变装置运行新纪录 而此前南华早报更是刊登文章称 中国获以批准建设世界上最大的脉冲驱动器 计划将在2028年利用核聚变能并往发电 早在四年前由中科院牵头研究建设的人造太阳 就实现了一亿多运行 这是核原子产生聚变的基本条件 并在去年底有持续点火运行突破1000秒大关 距离商业化运行的持续点火时间最低门槛 即30分钟仅差一半 毋庸置疑如果中国真在2028年实现核聚变并往发电 必将造就比西方前三次工业革命叠加在一起 还有登风造极的奇迹 多年后千秋十笔行温至此 一定会把世界历史拆成两段 而后宣告人类进入下一个伟大的新纪元 核聚变并往发电工程 之所以被科学界视为超越历次工业文明的成就 原因在于两者对社会生产力的不同作用 西方主导的三次工业革命 只是单纯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而核聚变并往发电工程 则是彻底地解放社会生产力 提高是量的升级 解放是质的飞跃 众所周知 社会生产力的高低 直接决定一个国家或文明实力的强弱 社会生产力越高的国家 实力越强 反之亦然 中国自情开始 只清而终 为何可以在世界头号强国的位置上 稳坐2000多年之久 就是因为历朝历代 皆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农业社会生产力 但清朝中期 西方率先进入生产效率 提高数千倍的工业文明时代 所以把中国调达了200多年 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 社会生产力的高低 又取决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两个关键因素 即生产资料的总和 劳动资料指的是 在生产某一产品过程中需要使用的工具 比如生产大型工业产品的机床 生产手机的流水线机器系统 劳动对象指的是 在生产某一产品过程中需要使用的原材料 广义上的工业原材料分为两种 一种是没有工业加工的自然环境中的初级原材料 如石油 煤炭 铁矿石 另一种是用初级原材料加工后的二级原材料 如用铁矿石加工后的钢铁 用蚕丝加工后的丝绸 我为什么说西方主导的三次工业革命 仅仅是提高社会生产力 而不是解放社会生产力 答案就在这里面 必须承认 由西方掀起的三次工业革命 的确为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但这三次革命大多是集中在 对劳动资料的技术更迭上 针对劳动对象的技术更迭 少之又少 甚至可以用一成不变来形容 现在使用量最多的劳动对象 有三种 煤炭 天然气 石油 前两者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 就在大规模使用 石油稍微晚一点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 才运用到工业领域 但聚集也有一百多年了 在当代 人类从事的一切工业生产活动 都是建立在 由这三种 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劳动对象 所构成的重化工业体系的基础之上 并形成强大的依赖性 没有煤炭发电厂就无法发电 工厂和居民生活 也就无法正常运行 没有石油就无法生产 汽油柴油 交通体系就会崩溃 没有天然气就没法供暖 更没法合成生产粮食 所必须的合成鞍 劳动对象的长期固化 给人类生产活动 买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每一次工业革命 在以成千上万倍的速度 提升劳动资料的生产效率的同时 同样也在以成千上万倍的速度 提升对劳动对象及化石能源的消耗 而至少得经过数一年沉淀 才会形成的化石能源 相对于仅有几千年光阴的人类文明而言 属于不可再生能源 除非发现新的储存 否则用一点就少一点 换言之 每一次仅针对劳动资料的技术迭新 就使得能源危机又严重了几分 有研究表明 若按当前工业生产的效率发展下去 以探明的传统化石能源 最多只能在支撑人类100年的发展时间 而100年之后 人类还没有突破劳动对象的瓶颈 又会是怎样的结局呢 马尔萨斯陷阱 工业革命后 人口的增长是按几何级增长的 而生产资料是按算数级增长的 当生产资料增长的速度 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后 人类社会就会爆发战争疾病和饥荒 从而导致断崖式的死亡乃至灭绝 也正因如此 有限且十分刚需的化石能源 随着对劳动对象消耗量越来越大的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成为了各大国趋之若鹜 不惜以轻国之力去来回争夺的战略资源 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前的国际政治生态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 美国根据战略家马亨的海权论指导 在运输工业原料的行线上部署重兵 以掐住其他工业国的脖子 而作为最大工业输出国的中国 为防止被美国掐死 一边大力发展军力 令美国失去西太平洋霸权 另一边又积极整合要板块上的路权国家 打通陆地通道 使世界地缘权力结构由海权中心化 向海路二元化过渡 事实上因劳动对象有限 引发的大国对抗不算啥大事 真正可怖的是 如果再继续沿着西方领导的工业革命走下去 只注重劳动资料的技术更迭 而不注重劳动对象的技术更迭 终有一天 人类文明将因为原材料的枯泣而灭亡 对于正处在能源大突围中的中国而言 所谓的新能源 从来不是我们的终极解决方案 而是暂时的过渡方案 道理很简单 当前的新能源技术 只是绕开了传统化石能源的限制 没有绕开原材料产生动力 劳动资料生产商品的传统程序 把初级原材料加工成二级原材料 以提供生产动力 然后通过劳动资料生产出人类所需的工业品 比如新能源汽车 传统汽车的动力来源是由石油制成的汽油 而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来源是电力 但电力是二级原材料 它依然依赖煤石油天然气等 类属于传统化石能源的初级原材料 从医学上的话来说是治标不治本 从治本的角度来说 中国和人类需要一种不需要初级原材料 或仅需要少量初级原材料 就可以产生巨大动力的能量 科学界一致认为 可控核聚变是迄今为止 人类能够摆脱原材料限制 彻底解放社会生产力 永久性解决太阳系内高级资源问题的唯一办法 核聚变当然不是凭空生成的 但它所需要的原材料的刀比裂变所需要的原材料油多得多 单核氢原子数量比为1比1万5 质量比为1比7500 每升海水中含0.03克刀 地球上海水总量约为10到18吨 换句话说 近海水中就储藏有45万亿吨刀 而一升海水所含的0.03克刀 经过聚变后 可产生约等于300升汽油的能量 几乎达到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地步 是当之无愧的终极解决方案 除此之外 聚变比裂变更干净更环保 没有不好处理的高放射性核废料 作为人类发展史上最微微壮观的能源技术革命 一旦中国的核聚变并往发电工程全面落地 那么在未来的100年时间内 由此带来的生产力将远超农业文明 加三次工业文明的总和 世界历史更会以此为分之领拆成两端 把人类带入新的纪元 从蒙昧的地球泊杀时代 迈向宇宙大航海时代 不过高回报率的项目 往往意味着高风险性和高难度性 想要实现可控核聚变 首先必须解决两大难题 高温和持续燃烧 人类最常见的核聚变反应是恒星燃烧 表面温度高达2000万度的太阳 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核聚变反应 然而太阳的核聚变是不可控的 人类若要全传控制核聚变反应 就必须把反应堆的温度提高 并长期保持在1亿度以上 因为只有在这样的高温条件下 穿核刀的布朗运动 才会变得超级剧烈 然后两者发生对撞 在产生一个氦核和一个中子的同时 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但问题也接踵而至 人类目前已知的所有材料 没有任何一种能扛住1亿度以上 还持续燃烧的温度 这瓶颈一度让欧美的顶尖科学家深感绝望 直到苏联科学家萨哈罗夫的另辟蹊径 才让核聚变研究六岸花明 萨哈罗夫教授的研究成果不算特别高级 但路子很野 它的托卡马克装置核聚变的过程 置身于一个超大型环状的磁容器中 在强磁场的作用下 高温的等离子体会悬浮起来 而不会触碰设备内壁 如此一来 设备的耐高温性就凭空多出好几千万度 可惜的是 尽管萨哈罗夫教授的方案 解决了设备上的难题 但烧出比太阳表面温度还高出5倍的热量 仍然是各国逾越不了的高山 显而易见 在可控的基础上 苛求持续半小时的燃烧就更难了 从50年代着手研究 到上世纪末的50多年里 核聚变的持续点火燃烧 也才看看突破两秒钟 但中国人向来都具有 感为天下心的气魄与勇气 既然古有后应设计的传奇神话 今日中华赛造人工太阳的神迹 又有何难 2006年 EAST首次等离子体放电成功 2016年 实现了100秒长脉冲等离子体放电 2012年 获得超过400秒的 高三数偏氯器等离子体 2016年 实现电子温度超过5000万摄氏度 持续时间102秒的 超高温长脉冲等离子体放电 2018年 首次实现1亿度运行 2021年 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实现可重复的1.2亿摄氏度101秒 和1.6亿摄氏度20秒等离子体运行 同年 实现1056秒 长脉冲高三数等离子体运行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寄仓海 至此之后 星辰大海 不再是一句热血沸腾的口号 而是中国人 真真切切能触碰到的目标 不过 中国人要的 不仅仅自己能首可摘星辰 还有全世界与之比肩跃滑 核聚变并往发电工程 结合中国早已在世界范围内 铺开的特高压输电网络 届时 中国将成为全球的能源输出中心 新纪元来了 时代变了 若还有人抱散手缺 只有一个结果 躺币当车 请不吝点赞 尾